美帝国主义 不断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 激起了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大民兵的无比愤怒 南宁市广西大学 雷达民兵连的民兵们 积极学习雷达操纵技术 争取做保卫祖国领空的 红色前哨兵 南宁机械厂的民兵们 积极苦练对空射击本领 如果美帝国主义 敢来侵犯我们的领空 就坚决地打 坚决地消灭它 保卫祖国 加强锻炼 是内蒙古自治区广大牧民的决心 西陵格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的民兵白马连 是一支由蒙族贫古牧民 组织起来的优秀民兵连 他们各个是勇敢的骑手 在马背上练出了一身杀敌的硬功夫 这个连里的女民兵 都是敢打敢冲的中华好儿女 白马连的民兵们 在生产斗争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 做出了不少贡献 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空 准备随时起飞 控机来犯的敌人 空军某部地勤人员 加紧练习基本功 他们把飞机着陆后 再次起飞的准备工作缩短了一倍 保证一声令下 开得动 连得上 打得准 飞行员们利用时间 在地面练习编队飞行 为了掌握海上的作战技能 飞行员积极进行海上跳伞的练习 飞行员积极进行海上跳伞行员 飞行员 飞行员们准确地向水面中心集结 他们不怕艰险 他们不怕艰险 在风浪中锻炼勇敢机智的战斗作风 飞行员积极进行员派 —飞行员 nó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